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护国神山珊珊老师 行情给有准备的人 标股给有卡位的人 今天到收盘发生一件事情 也就是阿多仔卖了300多亿 卖的金额刚刚好 全部给投信接走 所以今天我要大家先安定 土阳对坐很天然 这时候不必惊慌 为什么 他们两个都是大脚 如果说今天倒出来的是跑到 那可能要担心 但是这个大脚 这样是OK的 好吗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要思考的是 第二季哪些股票是你开始要琢磨 因为明天季底作涨 该换股该卡位的就要布局了 这样了解 所以我今天先讲这些话 让各位去想一下 这个时候你要去担心土阳对决 还是要思考第二季谁会冒出来 这个时候 今天大盘 黑十字 昨天 红十字 今天黑十字 但是在看到这个部分当中 昨天2025 今天2022 没有过高 昨天低点20108 今天低点2065 有破底 那会怎样 我稍后告诉大家 但是在要解盘之前 我今天做了一些动作 有的股票我又收割了 那就是把运钞车直接开出来 当然大家知道 今天的行情 有一个集团 仍旧是持续的滚量 持续的拉抬 但是在拉抬过程当中 有部分的股票 开始形成的量非常的大 而这样上去这样下来 虽然还是小涨的 但是筹码已经在变化 这个时候我要先拿一张图 来提醒大家 就是这张 这张是鸿海集团 今天是鸿海集团 持续的作涨 持续的滚量 但是在这个过程发现 有的股票滚量到14万张 那鸿海当然很多 19万张 那这个针鼎3万张 然后的广宇6万张 很久没有出现 那如果能够持续的 收到高档 那还OK的 但是其中有几档股票 它是拉很高 然后收盘都涨幅缩小 那有的收黑K 那你要注意一下 那下面这个部分 当然有的是 有一档是我的股票 我今天一大早把它卖掉 那这样的一个走势 就发现开始 有悄悄板的做法 也就是有人在CAN股票 那有人在接 但是拉到这边的时候 开始这样 那就要提高警觉 好那这时候我回到这个大盘 要提醒大家 这个大盘在目前这个位阶当中 看好像没什么败笔 但是又漏洞百出 那到底怎么办呢 那请看 今天跌53点 这个部分叫做20大排行榜 总共跌37 那今天凶手是谁 我帮各位找出来 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跌蛮多的 跌10块钱 那这边加总起来 当然是这边有绿的 有红的 但是这边电子股 有一档叫做红海 有一档叫广达 那这两档它是有权重的 它翻红大涨 所以这样的一个push 那cover过去 总共这边跌37点 那问题是 今天在这个过程当中 涨跟跌其实一人一半 今天没有很特殊 没有拉锯站 就一人一半 但是中场的指数 还是没办法变红色的 在昨天大盘涨73点 是涨的加速大于跌的 涨的比较多 那这个部分是22点 那昨天我讲过 在目前这个位阶当中 一直在这个2万以上震 目前已经震了好几只了 如果要从这个第一只 开始数到昨天是第四只 那今天算是第五只 因为这个形状很像 都是十字 十字标准的 或是有肚子的 或是大只的 或是红的黑的都有 夹在这边 到了昨天我跟大家 讲中形态叫连续多星 那还是给各位 这个关键价 以前天的最大支的 那两个高低点给大家 昨天的重点是收小红K 但是没有过前日的高点 也没有破低 但是是量缩的 那我说这几天开始又滚动 这个红家军的股票 昨天台积电还有部分的 电金船的全重 昨天是走跌的 所以这个指数是这样来这样去的 再收十字显示一件事情 也就是多空看法两分期 所以我说注意近期多空将摊牌 今天摊牌的没还没还在这个地方 请看 今天的位置还是在这个地方 好 这边可以拉近 让各位比对一下 这个地方 也没有 这边总共五个 因为这个红柱上面这五个了 那五个目前 等于说它一直包在这个 这两天包在这个大黑的 这个里面走来走去 但是直接拉下来 今天黑K量又大 那昨天红K量又小 所以在代表这边多空换手当中 形状有稍微偏弱 但是目前还没有很明确的一个表态 那目前还是给各位这个两个关卡 要转强 转中继再涨 必须要站上这个高点叫20397 那如果不幸跌破这边 那行情就会比较弱 那盘整比较久好不好 这两个大家记下来 那目前形态还是连续多行 到今天五颗了 目前这个高档震荡 今天收黑 那量有增 我刚才解释过了 宏家军的股票迅功 但是多档宏家军的股票 它爆了大量 但是涨幅已经缩小 那这个地方你就要注意了 那今天再收十字 仍旧是多空交战当中 也就是刚才我讲过 阿多宅今天大卖 但是我们投信大买 刚好减它卖出来的 那留意 第一季法人作战后 持股的策略 因为明天刚好月底 刚好季底 那这个时候要转换持股 刚好要买要卖 这个时候就开始要新的一个做法 所以明天你要买什么卖什么 要先有idea 那如果没有idea 没关系把我节目看完 OK 好 讲到这边刚才提到这个 大家留意一下 这个率先有的股票已经翻黑了 像天狱 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我开运操车一大早就开了 那这边有的 这个股票都不错 我现在讲的是筹码战 不是告诉你说这不行 是筹码战的问题 像讯星金鼎 今天都翻黑了 那像这个部分 尤其下面这一块 有几档是拉很高 然后尾盘都是跌幅缩 就是涨幅缩小 没人涨那么多 尤其打勾勾的这个 爆那么大的量 这边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那当然希望这些股票 能够持续滚动 我们的台股的指数 就很容易往上面再爆喷 当然我要举例一档股票 也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它是下跌的 并没有涨 但是话说回来 台积电如果在爆喷的时候 那是不是后头可用之兵还很多 所以今天台积电跌10块对不对 尾盘这边有CAN6000多张 然后昨天台积电也是下跌 目前台积电它还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区块 这边曾经有一个叫796块 至今一直在这边规格处来处去 但是我说这边有个多方缺口是好事 如果永远不要补那更好 台股的2万就会成为目前的楼地板 一旦不要补 那行情就不会失增 那大盘会持续的滚动 那目前台积电这个下缘是752 到了今天它还是处在这里 跳来跳去跳来跳去 所以台积电能够助长我们的指数的部分 但是也能够安定民心 那接下来这个指数第二季的时候 到底要不要再往上面冲 那这个权重股就很重要 但是问题是 不是每个人都是买一些权重股 还有要搭配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投信也是这样 法人也是这样 那第二季到底要做什么 我想大家都像 什么零零多少多少的 那问题是你要赚得到钱好不好 股票要选得好 那我先透露一下 今天我有开运超车的这一档 这一档叫做渐准 因为我昨天跟大家讲 这个股票布局了一阵子 那我昨天定价还没有成交 今天刚刚好逮到了 今天早上就开到这个位置 我9点5分就发市价单 先出了一半 而后另外一半 这个地方没有再翻红 我在这边58分再发 全部卖光了 那卖光这档股票 就是当时我所讲的 我昨天也是定134这个地方 当时我说这个股票 还没有爆喷时候就要买了 那你不买了 等它爆喷的时候 你当然没得赚 这边都是收获区 收获区 收获区大家不会很喜欢 因为看好像做头 但是我当时说这边有一个底 这边是左右对称的 那有一个底左右对称 这边是有星星有十字 你就称这个地方做一个卡位 因为我说它回到这边 是对称的地方 你就要做一个卡位 那防守点设这里就好 结果在那边 正布局卡位的一两个礼拜 要上去了 那上去到了今天发生什么事 后来 因为我在防这一块 因为这边有个大黑柱 当时有被套牢的 那到了昨天是喷到这对不对 你看这万八 你跟云未喷出 到了今天它这个地方 卖压就比较重 所以一大早 我这个地方就直接私价单 私价单买了 然后卖的全部倒光了 那从这边开始卖下来 后来尾盘收这种线 今天量也是也不小 那我们来算一下 从116涨到1345涨18块 那这个时候呢 什么时候我还会买这一档呢 我先透露给各位 因为这档是法人很爱的 那法人他们也会利用这个时候买呀卖呀 他们要做绩效 当然我今天顺势把它收割了 有可能明天或下礼拜 我再把它买回来 那喜欢这一档的赶快来预约 因为筹码很重要 因为你看它这个股票当然是很好 但是竟然是收黑K嘛 那为什么这股票很好呢 它这边拉拉拉 这边还是会摔下来 所以你要跟着跑跟着赚 真的有money能够到口袋 这是比较实际的 所以在第二季当中呢 各位要注意明天你要卖什么 买什么转什么 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关键 这时候呢 我再跟各位讲一下 我的盘中的那个讯息 或者是我的LINE 这个在第二节的时候呢 我会把这个呢 让大家可以用手机来扫这个QR Code 那今天呢 我在盘中呢 也是有发这个在Telegram上面 所以随时随刻有任何的一些特殊的news 我就会及时的通知大家 所以你准备好下一节呢 要开始呢 这扫QR Code 今晚告马进来 咨询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人生如股市 变化莫测 石沟石滴 股市如人生 乐极深悲 匹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 精准研判 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创造人生财富 人员制服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透露一下第二季有什么股票会重磅回归 或者是英雄人物会是谁 有一个族群大家应该是很喜欢的 近期开始做整理 近期看起来很弱势 但是第二季不能扫他们 那就是刚开始萌芽的AI族群 尤其是比较老牌的 我们叫做老AI或旧AI的 那些会重磅回归 因为今天从一档叫做广达 就可以发现有这种蛛丝马迹 还有一档也有蛛丝马迹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个洗刷刷洗到300以下 280几开始涨了几天了 所以大家要留意 因为每一个年代的英雄人物不一样 那我们在股市里面就讲选股操作策略 当然股票拉到很高的地方 当然主力要赚钱一定是卖 卖收现金 所以股价又会抖动了 那你在股市里面要跟着跑灵活的操作 那你这样来来回回就OK了 还有一个族群就是高价股 高价股近期修正比较多 那这时候开始要反扑的时候 谁会接棒 那高价股有几档你要留意 好不好 那这时候我们先来讲这一档 这一档我今天运超车开出来 开出来原因很简单 昨天这样对不对 1.2万张滚量噴到280几 那照理讲你这种走势 人都进去了 今天怎么会这样 这就是我买卖股票的技巧 不是说今天我买的很矮 我赚了很多 一大早就要卖掉 而是我们要看哪样股票的一个走势 昨天可以这样子拉 那你人呢 人去哪里了 那后头人家不想跟了 所以今天直接开低 开低你又不反扑 所以我今天等了一下一下几分钟 大概等了8分钟左右 就把它卖掉 大概是这样 那很简单 这种股票 不是说今天跌才要卖 而是我是在这边收获的 我想这个数字真的是看起来很开心 这数字它收盘价 它收盘价 它当天是260 那收盘价收这里 对不对 昨天喷到这里 那今天在这边卖 那很简单嘛 都是一二十块的价差 二三十块 对不对 那我当时跟大家讲 我卖了一档股票转这一档 那可是很多人说 这种股票干起来 偶偶的不喜欢 但是我是一大早就敲金 我卖了一档转这一档 结果到尾盘收红K 那我收大脚也进来 对不对 就是这一天 一大脚我买了 那是当天后来收这种 好像没涨那么多 很多人说会不会是买错 结果发现大脚是真的进来的 结果到27号的昨天 哇 大阳线奋起晴天已住 哇量价起 全部挤爆 我那天还在讲 我说呢 我买在这边 我要看它用什么方式 过这根黑K棒 这边这个区块 因为这边是量比较大的 这边附近 这个高点 结果呢 昨天都很干脆 直接就咻 噴出去了 那照理说你这样噴出去 那你今天呢 那怎么没有过高 重点是人都进来没有过高 那比较好的解释是 大脚还在里面 但是以这种气势呢 又是洪家军的 那我就今天先把它拔挡了 因为有钱好办事 要买明天再买都可以 但是呢如果明天不再涨了 你又没有赚到 所以我从这边买 昨天这样爆喷 今天没过高 我就卖掉了 那没有续工卖压重 当然就卖掉了 那从这边到这边 哎 21块 五毛不用算了 涨幅21块 那你继算一下 10张大概多少 那你们自己算 因为重点是 我带会员是这么做 有买有卖 那卖出来的时候呢 当然明天 那个季底也是月底 我开始可以做新的动作 那这股票 我明天会不会再选回来 那把我讯息带上就知道 因为有时候盘中 我没办法去联络各位 我只能说 有重大的一些news 然后跟大家讲 但是没办法跟你说 什么出去买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样OK吗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有一档股票 我们先来讲 好 讲这档好了 这档呢 是2000块的股票 这档股票呢 近期啊 这两天啊 开始有修正 但是今天呢 它比较特殊的地方呢 倒不是说 它今天只涨五块的问题 而是它今天 收了一个特殊的线型 这个线型真的很特殊啊 今天呢 它开在这边打下来 哇 看起来好像完蛋了 停在这边 我把它遮起来 拿这个遮起来好了 你看喔 如果看这边是这段快要完蛋了 有没有 这边快要完蛋了 结果呢 结果就这样反扑了 所以很多东西 你要看筹码 不是看情绪 或是看害怕 害怕你刚好又卖在这边 空在这边 尾盘要收这边 你又完蛋 这边最矮是多少 你知道吗 2000 2000 2000附近 刚好是2000 那你就卖到这边呢 然后就拉上去呢 又没了 这个不能这样做了 2100好不好 那你看喔 这个股票呢是这样 昨天 那前天 那问题是 我这边开始收货 这边也是不怎么样 那后来就开始 对不对 好 那中间呢我讲过 这个股票呢 从这边买 因为它从这边高涨去 嘿嘿嘿 嘿嘿 黑到近期的大量 一找量就很大 所以呢 这边开始做一个买进 那我说还有两个 一个是00939的成分 一个是回答概念 防守点射这边嘛 对不对 近期的大量 那你杀到有量 当然就是要试着承接 对不对 好 那试着承接之后呢 喔 来到这边 来到这边呢 我说呢 防守点射这边就好嘛 就2155 是这边的低点 是黑 达到最大量 前一日 结果低档呢 这边连续多星 那边终于收一个红了 有没有 终于收红了 这样180 但是这张股票呢 耳后啦 它又滑落了 那滑落这边呢 我又定价有买到 定价买到 结果呢 这边123下来 这边是123上去 等于这边越杀越有量 越杀越有量 那要做什么 注意反转讯 那肌有没有反转 我让各位看肌有没有反转 今天有反转 今天有反转 今天最低叫2100 刚才少讲100 2100 然后这边呢 这叫什么线你知道吗 这尾巴这么长 这叫探底线 探底线呢 也就是当它看起来很恐怖的 早上很弱的这样 啪 就这样 是这样 这个探底线 那这种线各位要注意了 现在防守点移到这边 好不好 这个探底线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那现在就把它移上来这边 今天这么大量 那这边注意了 这个低阶买盘力道很大 所以探底祭出 次日开高 一个口诀明天告诉你 如果不知道来私讯我 明日过今天高点 很容易拉出中长虹 今天虽然这个线是黑的 但是价格翻红 而且尾巴这个 这个钉子 可以叫钉子角这么长 那大家多留意 因为低阶买盘 那这个股票呢 第二季呢 有可能 我先预告一下 会成为英雄 那大家就注意一下 当然呢 这个时候呢 这档股票也是呢 叫老AI 旧AI 之前很风光 那经过这次的呢 开始洗礼 今天来到313 昨天310 然后这边呢 这边我们我有调一半 我有跟各位讲 对不对 后来我现在就持续的暴注 因为股票有买有卖 资金还可以活用 当时这边我跟大家讲 权力少货 因为破300 后来我当天早上买的 就拉高 我的确买到这边 买到这边就拉高 那而后呢 这个股票就这样子 那我当时讲什么 我说呢 这个股票 如果从它这个黑线图来看 它这边是平行猛爆 猛爆直接很快 那现在它从这边修正下来 来这边黑黑 然后又回到这里 所以我当时画两条线 我说来到这边 注意反转讯 我都事先跟你讲的 不是事后才讲 回到喷出点 请留意反转讯 在这边 结果次日呢 被我逮到了 刚好在这规格这里 埋了 哇 真的没差对不对 埋了 哇 爆大力 终于被我等到了 那这边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好 然后就这样子 红色的 2873124块 结果呢 26号 我说短线拔倒一半 对不对 因为它没有再过高 卖一半 那昨天我跟大家讲 另外一半 持股虚胞 结果红K 结果今天发生什么事 哎呦 又上去了 所以我策略就对 进可攻退可守 对不对 那连续多薪 这边到这边涨了27块 所以做股票像我这样 有勇有谋 那就是一个赢家 那股票有它的一定的机制 筹码很重要 你如果看news 你可能会很害怕 或是怎么样 但是你看筹码最准的 那这个时候呢 再跟各位讲这一档 这档呢 这档呢 也是头信法人很爱的 PCB的高际 今天熊熊拉这样 这个在换持股 那我们已经卡位了两天了 好不好 卡位了两天了 昨天这样 今天这样 看起来比较有迎面了 那这个股票呢 是法人很爱的 它也是一个底 这边突出去 哇量很大 那边被坑下来 这是土洋对决 那对决到这边呢 第一颗明亮星 结果今天发生什么事了 哦 两颗明亮星 所以呢 这个土洋对决之后 开始这样呢 那你要留意后续的爆发力 因为这档呢 是一个极有成长股 也是呢 那个法人非常爱的 那你就多多留意一下 当然还有这个股票啊 这个股票呢 就是我说要转好运看一下 那今天又涨了五麻钱 然后这一天呢 它是下跌的 我说你不要追高杀低 昨天是不是这样子大涨 今天继续涨 对不对 好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转好运买广运嘛 因为我之前就买好了 不要去涨停再去排嘛 像这个有没有 你都不要买 我就买了 就当天给你解释这种K线 有没有 就是放爆盆 然后就 那我说这样子不用担心 多方缺口还留着 结果呢 像缩在里面 那这种缺什么呢 缺量好不好 它只要量滚到这边 这边就是主力进货 量再滚出来 那这个股票呢 很大几率直接就在猛爆 所以每当股票有它的未结局生命 所以你要去了解主力心态想什么 从筹码最明显 当然这档股票呢 今天跌两块 这也是第二季要注意的股票 好不好 这种股票呢 我今天先讲到这边 像这个还在规格里面 那我们呢 卖了一半之后呢 持股续报 那还有一档呢 也是PCB的 反而很爱 那很爱呢 这个呢第二季呢 都会在重磅回归 那所有的股票 该怎么操作 有它的逻辑 那等会呢 我把这个QR Code take在这边 那大家就好好的扫描 好不好 那最后呢 请大家赶快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因为4月1号呢 有会费可能要调整 祝大家做股票 天天一直转 可以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